中国香港的选手呢 这次的比赛当中现在是战列第六 因为呢他的一分还是没有超过这个环境 9.0 对 但是呢 他难度在那 对一个难度在那 因为他还有0.1站稳的 站稳0.1加上了 对他主要扣的话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 那小脚腿 因为前后脚落地 好来看下一位上场的选手 广东队的廖秋华 他跳的也是 次数番转的990也是6.0起平的 但是他的落地 出现了大的问题 他是预赛第一名的 对 但是他会在 所以应远就是说 你每一场都要有稳定的发挥 才能特别是最后一场 你前面进决赛了 但最后一场没有发挥 你这样的跟奖牌就没有关系 因为前面的分是不带到决赛去的 看了前面两位选手 不管是黄明奇还是俊阳的姿态以后呢 再来看廖秋华 还是稍微在姿态上是要再需要 13.9 书记 追加扣掉0.3 完成分只有8.2 现在往下看到的运动员 都是能够跳两个6.0的运动员 来看他第二跳 也是6.0 好 他第二跳完整的还不错 落地微微小跳 空中有点小分腿 看比曲瑞扬还是有所欠缺的 但是难度价值是一样的 运动员 运动员在完成跳马动作的成套时 必须从初跑开始 而且必须要求双方 现在第一的是两位选手 东道主的黄明奇和湖南队的曲瑞扬 在廖秋华表演结束之后 后面还有两位选手 一位是预赛第二名 山东的王浩然 一位是预赛的第九名 看一下出场序这里写的是 王浩然和云南的陈宇 陈宇 一位是预赛的